我们刚刚的分析仅局限于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来去测这个网站 它是活的还是死的 但是我还没有教你怎么测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观看一下它的一个结果 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平均网站的使用 每个月大概是812次 这个呈现的方式很简单 就是直接把这条线 这是平均线 平均线我把这个名称改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要用颜色透明度 看你要不要设深浅一点 放这位置前面 然后里面的文字我改成名称语值 它就会呈现出来 那小数位数 因为我觉得那个新闻公告应该就是用什么 用诊数来去呈现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怎么样去说明这个网站的使用性 至少可以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说我们大部分每个月 它都有高于平均值 可是呢在最近的四个月 居然很低 而且低于平均 所以我们发现我们的网站 有逐渐下滑的使用情形 这样可以了解我现在说明 应该是还蛮合理 那接下来我觉得 我们在那个使用性 探讨完毕之后 我们是不是应该还要会去了解那个比较 OK 我现在呢我们就来去做一个跨年同期的比较 什么叫跨年 两个年 2016跟2017是我们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它使用的比较高的一个频率的时候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去做比较 所以通常我们会去画用折线图来去画那个同期比较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首先我们用折线图好了 然后贴给它的是poster day poster day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当然要呈现的 我们把新闻的title 好 来去呈现到值这里面 它是不是就可以画出来这样子一张图 可是因为我们是要去做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1到12月它的一个使用频率 使用次数 所以呢 我们直接透过这个图示 这个图示 就是我可以往下去看 各季 第1季第1季第2季第3季第4季 还有 还有什么 1月到12月 它的一个使用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图示 我们大致上了解 贴文 贴文的时间可能是以下半年高于上半年 可是这是不对的一个概念 说不定我们是从2016年7月1号以后才开始使用这个网站 对不对 当我们看一个网站如果只有两年的资料 三年资料 我们应该不是要去看这种事情 所以怎么样去呈现两个年的资料 变成不同的年不同的资料 是不是这边有一个图例 好 不过我觉得 你要先会画到这张图 请问会不会画折线图 我用折线图 对不对 然后用贴图的 贴图的日期 就是你一定要会去做时间比较 我现在在做2016年的贴图的一个次数 跟2017年的贴新闻的次数 来去做比较这件事哦 好 所以第一 我是不是在这边我选择post today 第二 我把news title放到直这边 它就变成技术 然后接下来第三 我选择这一个 第四件事情最重要 怎么画出两年 那就要用这个图例 我就把post today post today放来图例 因为请问一下 这两个哪一个跟日期有关 当然是这个post today 好 按住它 拖曳到图例这边 然后请把这个post today 改成什么 改成日期阶层 看得懂这张图吗 这个黑色是哪一年 黑色是2016年 2016年的7月 我们还是把值呈现出来好了 方便 方便你去观看 2016年的几月 7月 7月300多笔 可以吗 我们是在看这个比较 我们是在看 今年的贴图 跟去年的贴新闻的那个次数 来去做比较 这叫同期比较 你们常做这种比较吧 我这样说好了 请问一下 例如说假设你是那个跟前有关系的单位 我不知道叫什么会计还是主计 就是你在省预算的时候 请问哦 你今年你提预算 一定是参考去年 你总共花了多少钱 对不对 然后来去做两年的比较 好 所以我觉得两年比较 应该是很正常 你看嘛 像刚刚我们在做网站分析 我们是不是有这一周跟上一周的比较 所以一定要学会这件事哦 请问会不会很困难 应该不会嘛 可是难的是后面的 这边只能做年的比较 剩下都必须要你自己写了 什么叫自己写 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们在往下推 刚刚不是看年吗 对不对 在往下推 变成看什么 日 日看得出来吗 这个懂这个意思哦 好 所以就变成我们必须要去 筛选限制那个范围了 好 不过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可以很轻松的去做出 年的比较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2017年 2016年一刚开始使用的时候 8月是不是很高 9月也很高 10月 11 12 甚至到隔年的 12345 6 7月 就是整个一年都很好 可是从8月开始 掉下来了 可以哦 你这样去说明 两个季度的差异 我刚刚只是把什么 Poster Day 搬到这边 图例 而且请把图例改成什么 一定要改成 日期阶层 请问 Poster Day 是不是一天一天的记录 对吧 那是日期的记录 可是日期阶层它就只有年 那有没有月 它这边很奇怪 就是我也不会把它改成月 如果要可以改成月的话 我们就不用再花很多力气去写一些函事了 好 请你们试试看能不能做到这个地方 这叫什么 这叫同期比较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谢谢